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嘿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我現在又回來到汐止這裡了 然後我剛剛停好車啦 我已經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有回來這裡了 據說那些魚好像有在背後 指指點點說什麼壞話 就說 唉呦 土豆不敢來弄我們喔 我怕你不敢啦 所以今天我就來了 而且我還帶了一個很兇的幫手 一起來懲罰他們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 Omega 大家好 又見面啦 好啦 先下這個 一定要出了 一定要這個 喔 漂亮啦 這是我們的傳統 出了 老羊子 你怎麼那麼快啊等一下 準備釣魚 好啦 出發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嗚噓 嗚噢 嗚噓 嗚噢 我幹 沒事沒事,我剛剛都是安全的下咧 啊算了,我直接進水了 這一路滑到水裡面 好,來來來來 手乾釣阻配上甲玉米 藉由甲玉米這種東西真的是,蠻威猛的 一層的,終於 沒內怕,我這隻是學長送我的 20年前的手乾超軟的 沒內怕的 孩子,這軟乾太軟了啦 回不來 這隻是火口啊,超兇的 後面還有魚在追那些鵝 有沒有,還正吃耶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很正吃耶 哇,好兇喔 哎唷,這勾子都被咬到變形了 太兇了 終於,終於 終於,終於 好兇 欸,火口 而且正吃耶 安安 哇,好兇喔 你看,它竟然是正吃這隻小紅蟲 天啊 他又跟他一隻小紅蟲 是不是很難吃了 一隻小紅蟲 根本就在這隻小紅蟲 因為他也很難吃 就是這隻小紅蟲 那是一隻小紅蟲 你真的是耶 自己做了那個鎮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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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今天吃這餐好豐盛啊 他這邊肉片是吃到飽了 然後還有這些可以自己拿的東西啊 我覺得還不錯 今天就招待Omega來這邊吃個東西啊 準備要吃垮店家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開動了 今天有蝦介戰神在這邊 什麼蝦介戰神啊 絕對吃飽 沒力怕的啊 絕對吃飽 基本上我們吃的肉都是沒有在客氣的 整盤給他下去了 謝謝謝謝 嗯 感覺看起來不錯耶 我們就來吃吃看他的肉如何吧 我覺得可以耶 他的湯頭不錯耶 嗯 我們先把這個 雙份的羊肉下下去吧 嗯 我覺得他們的羊肉還不錯吃耶 所以我剛剛一次給他點了五份肉 他們竟然 願意這樣給我耶 超棒的 好 好 那我們就先來把剛剛拿的這些肉 下下去吧 漂亮 看起來就好爽喔 嗯 舒服 嗯 我剛剛去拿了蔥花啦 我們來煮個麻辣蔥花鍋吧 超讚的 他這邊超多蔥花的 哇 真的要看來 有些什麼 就好 很濟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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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心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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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心 一心 一心 鱼皮好吃 鱼皮好吃 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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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拿了两碗葱 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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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吃羊肉吧 不然是我又想点肉 网易姐 谢谢你 我刚点菜的时候 店员的点 叫 5份 我这样点有那么夸张吗 저도 牛肉 那我們來下這盤五份的牛肉吧 好爽 全部吃下去 沒得客氣了啦 快滿了快滿了 先這樣好了 先加一半 我們來示範一下 我們來示範一下 火鍋釘肉的食材 哇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牛肉 好吃嗎 哦 嗯 嗯 哦 謝謝 五份羊肉到了 我們可以把它下鍋了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先把鍋裡面的這些油撈掉吧 五棒 嘿 我剛要參加八色的五光石幫你拿兩百長花 哎唷 哎唷 水喔 欸欸欸欸欸 謝謝謝謝 正在發一碗這個 哦 水啦 只有一碗沒撈完 ALL IN 不要太可怕了 洗下去啦 沒在怕的啦 經過了 這 這裡我不能養肉會太誇張了 這 這裡我不能養肉會太誇張了 OK啦 那來吧 人抓到機會 人吃多少 就吃多少 每天跟他客氣的 我剛剛拿了他們的冰棒 他們的冰棒全部都是那種小美的冰棒 那我們來吃吃看 小美的冰棒 如何吧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鳳梨冰棒 是吃到裡面有鳳梨的果肉啊 不過他這個好像是那種鳳梨罐頭的味道 還蠻特別 然後接下來我們吃 紅豆冰棒 然後接下來我們吃 紅豆冰棒 紅豆冰棒 好 初戀的感覺 這個跟小時候吃到的味道一模一樣 好好吃冰棒 然後接下來我們吃 烤丁口味的冰棒吧 他這個真的有布丁的味道耶 而且還有這種布丁塊耶 我現在再吃吃看巧克力雪糕如何 感覺真的非常可可的顏色 這跟我小時候味道一模一樣耶 好吃 今天整體吃下來的話 一餐400塊我覺得非常划算 是真的 Omega你覺得我們吃的這餐 你有什麼感想或是願意給他幾分呢 我給他4分啊 OK4分OK 因為這邊其實菜色很齊全 想吃什麼都有 只不過我個人不是像土豆這樣大胃王 所以我只能每份每份吃一點吃一點吃一點 他是有辦法把全部都Double Kill的人 好 謝謝我們Omega 就是我是覺得說 Omega應該是可以代表一般人的心得跟發言 好不好 不過就是說大家吃吃到飽 你們就量力而為就好了 不要硬塞 想要讓自己吃到回本 因為吃吃到飽就是好好享受他的多樣化啦 雖然說今天我吃的肉 應該有六成七成都是羊肉了 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就一直點 可是後面的那個冰棒 我就說他的口味 我都各拿一支 如果他今天有四種口味 我就拿四種 如果今天他有五十種口味 我會不能全部吃完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